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雷 今天我想通过我的亲身经历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怀孕的时候以及产后一些比较明显的特征 比如说认成纹啊,顺产条件啊等等 在我身上的一些表现和反应 那毕竟呢,怀孕这件事情在很多地方都是因人而异的 孕妈们呢,宝妈们呢,也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下参考 那因为讲的东西比较多 而且在某些点上我想做更详细的分享和介绍 所以说呢,关于这个内容呢,我会分两期上期和下期 那上期呢,将介绍怀孕的时候的一些特征 那下期呢,将介绍产后的一些特征 好,话不多说,那就开始我们今天上期怀孕的时候的一些特征的内容吧 首先呢,就是孕妇嘴巴特别馋 确实如此,在我们怀孕初期的时候呢 由于认成反应会呕吐,胃口会不好 但是呢,过了这个阶段,差不多到三四个月以后呢 我们的胃口呢,就会突然变得非常好 而且呢,在我身上呢,不单单是胃口好 是你时时刻刻呢,都会想着要去吃什么东西 可能因为孕妇进气比较多 比如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生东西不能吃 就是刺身不能吃,所以说呢,你要考虑的东西更多 所以说我一闲下来,我就会网上查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啊 或者哪里有什么新出的那个好吃的甜点啊 什么等等等等 就是说,可能会比以前就是要想吃的东西想的更多一点 第二呢,孕妇特别容易疲劳,试睡 那这个在我身上呢,其实还可以 那一方面呢,可能因为个人的体质问题 还有一方面就是说,我怀孕之后呢 一直都是在产前一个月都是坚持就是正常工作 和平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说这也可能就是正常的 就是做膝表,所以说也可能导致我就是说不太容易疲劳 而且呢,不太容易试睡 因为就是和平时怀孕前的生活习惯呢 都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变化 第三呢,孕妇容易抽筋 在我身上表现的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那孕妇因为怀孕期间非常容易缺钙 而且呢,肚子一宝宝要吸收妈妈的钙 所以说孕妇要经常晒太阳啊 或者说吃一些补充钙的一些营养品等等 那我有时候晚上突然间睡到一半 腿就是说腿抽筋抽得非常,不把我惊醒 然后我就马上拍拍我老公 让他马上给我就是做放松的按摩 虽然平差不多那时候就是 尤其是在孕晚期左右 差不多每个月大概有一到两次左右 非常痛苦 但是呢,生好孩子之后呢 就完全没有这个现象了 第四,练习生产呼吸法 那我那时候我选择那个音乐呢 有给我发些资料 还有什么音乐 就是让你在家里自己练习 就是说呼气吸气生产时候的这种方法 那我那时候呢也偷懒 也没有特别重视嘛 根本就没有练习 就放在家里就是寄灰了 那我自己就是 我的想法就是说 你只要到时候就是说 配合着那个猪产师 他的一个方法 他叫你呼气吸气 他叫你怎么做 你就跟着他做就行了 没有必要就是特地在家里 提前练习什么的 嗯,我也比较偷懒嘛 但是呢,我觉得分享一个非常实用 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就是说 其实生孩子真的是跟拉臭臭的感觉 完全是一样的 第五,顺产练习 那对于就是说 比较希望能够顺产的妈妈们来说呢 可能希望就是说 在怀孕的时候呢 做一些运动啊 瑜伽啊等等 帮助自己能够在生产的时候 那个顺利的进行顺产 那我自己个人观点就是 我那时候就是 嗯,也没有完全坚持 但是我也希望啊 就是能够顺产 所以说也没有做特别多的练习 但是呢,我自己个人观点 我觉得顺产呢 它的条件呢 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需要具备很多的条件 首先呢就是孕妈 宝妈 她首先呢就是说一定要 她的身体状况要符合这个顺产 还有你的体力啊 还有你要不怕痛啊 还有就是你自己的信心 这些集合了之后呢 嗯,才能够就是 更加帮助你就是很好的顺产 还有呢就是你的宝宝 宝宝呢首先就是一个胎位 适合顺产的胎位 如果说胎位就是说 完全是反了之后呢 那是根本就蛮 没有就是说顺产的一个条件的 还有呢就是说 在宝宝出来的时候呢 一定要和妈妈进行配合 因为有的宝宝就是说 她比较懒嘛 嗯,就是说会一直在那里不动 但是呢有的宝宝就是说 非常的和妈妈配合 就一直在往下钻 像我那个时候生产的时候呢 虽然就是说 还是有点遇到一些困难 但是呢医生就是在那里 就是一直跟我说 啊,你要加油 你的宝宝也在跟你一起往下动 所以说呢我也非常的有信心 一直在那里跟宝宝一起加油 才顺利的把宝宝 生产出来了 那还有呢就是 负责你的一个医生 还有助产师 这个呢我觉得 说的用一句就是说 听天有命吧 就是你也不知道当天就是 给你就是生产的医生和护士 或者助产师是谁 你也不能够决定 除非你之前 就是说剖妇产啊 就是说决定好哪个医生 或者说是什么的 一般呢就是说 一般的人来说 都是听天有命 就是说轮到谁就轮到谁的 所以说呢 最重要就是说 和助产师和医生配合 医生让你做什么 你就应该做什么 完全要听医生的 而且呢就是说 和医生共同努力配合 增加信心 这样呢符合了以上这些条件呢 我觉得提高顺产的一个机率呢 才会变得更高 第六呢就是 认成文问题 首先呢 我那时候呢 是几乎是没有长什么认成文的 那我那时候 首先呢 心理状态 就是怀孕的时候 我觉得认成文就代表是 你怀孕的一个特征嘛 我也没有特别在意 所以说我那时候呢 也是首先背了一个 认成文的一个认肤乳 那我想啊 出来之后呢 我再涂 或者说是我有空呢 我就会去涂一涂 那时候呢 也涂了几次 后来发现 我也没有长得特别严重 也几乎看不出来 后来呢 我也偷懒 也就完全没有涂 现在就是说 都给宝宝当润肤乳了 因为那时候就是说 想可能就是 如果涂得厉害的话 也多涂一点 我就买了满大一瓶 现在呢 就是都给宝宝当润肤乳 洗好澡用了 那这个呢 我觉得真的是 因人而异嘛 其实就是说 也希望大家 能够理性的理解 因为真的有的人 就是说 不涂它 就根本也没涨 有的人呢 非常勤快的 每天都涂 而且用非常好的产品 但最后呢 还是涨了 而且呢 就是非常的 嗯 就是不是很开心嘛 孕妈妈觉得 啊我怎么找润肤乳了 难看死了 真的这个就是 完全是因人而异 大家应该理性的理解 所以说 为什么说很多 尤其是化妆产品 就是说 同样一件产品 它用比较好 它用呢 就比较不是特别好 有的化妆明明口碑很好 但是买回来 自己用呢 就是非常不好 就是雷品 所以说 某些东西呢 就是说 应该是因人而异的 适合自己呢 才是最好的 我觉得 那如果真的 找润肤乳呢 宝妈妈妈妈呢 也不必太担心 因为呢 你只要想着 这就是我怀孕的 一个标志 你应该就是 可能心情会好一点吧 第七个呢 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 就是酸儿辣女 那我相信 现在已经 现代人来说 应该已经很少 有人会相信 这个说法了 但是呢 有时候就是说 也是开玩笑嘛 或者说是 都会这样说 酸儿辣女啊 你喜欢吃酸的啊 你就生儿子啊 你喜欢吃辣的 就生女儿啊 但是呢 这个是完全没有 科学依据的 那就我个人而已呢 我自己呢 就是不管是怀孕前 还是怀孕时 还是到现在呢 一直都是 非常喜欢吃酸的 也非常喜欢吃辣的 两个都有 所以难道 我会生双胞胎吗 我也希望 一次能够生两个 一次解决 对不对啊 所以说呢 这个完全没有科学晕据 大家就当玩笑吧 那最后一个呢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因为有就是说 怀女宝宝呢 妈妈的皮肤 会变得非常好 会比以前更漂亮 而怀男宝宝呢 妈妈的皮肤 会变得很差 会变得更难看 那我呢 因为生的是男宝宝 我自己那时候的皮肤呢 确实我感觉啊 可能心理作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说 皮肤会有点粗糙 而且会容易长痘 出油什么的 因为本来就是 混合性皮肤嘛 而且那段时间 我用护肤品呢 也非常的不勤快 妆也不太化 可能也有这个原因 也有可能真的是 因为怀男宝宝 可能导致一些 激素的分泌啊 不是特别好 导致我就是说 皮肤变得更差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呢 还是有一点点根治的吧 那还有说一下 就是说在日本呢 就是我之前也分享过 宝宝的一个性别呢 就是说能够知道了之后 能够看得清楚之后呢 医生会毫无保留的 就会问你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会告诉你 如果不想知道 那就不告诉你 那中国呢 可能就是说 还没有这个规定 应该是不能说的 所以说呢 日本还是蛮自由的 那后来可能 因为知道了之后呢 我可能会觉得 自己的皮肤 可能变得更差了 也有可能是心理作用吧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了 希望给孕妈们 或者说是将来 准备要宝宝的妈妈们呢 有一些参考和帮助 那如果喜欢今天的内容 记得给我点个赞哦 那下集 下一期呢 会给大家分享 产后一些特征呢 在我身上的反应 比如说产后的母乳 可以瘦身啊 等等 那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呢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呢 你就不会错过 你感兴趣的内容啦 好 那新手妈妈的育儿精呢 会继续更新 更多有趣的话题 好 希望大家到时候收看 最后祝你们身体健康 每天好心情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